加州参议员夏勒伯竞选洛县第五区宣政委员 于6月4日做最后的总动员 他呼吁华人选民要踊跃投票 一如既往地支持他 请看报道 加州参议员夏勒伯在选前的最后一个周末 于摩罗伯亚巴伯雀酒店做最后的总动员 在6月7日的初选中 夏勒伯如果在八位候选人中得票或前两名 才能进入11月8日的大选 目前他募款100万元 凭借他政战政坛的多年丰富经验 他会卯足力气 精准投递文宣 去打动那些更关心政见和议题的选民 夏勒伯的竞选经理何美美也表示 现在估计还有45%的人还未决定选谁 其中有6000名为华人和其他候选人相比 夏勒伯更关注华人社区 重视教育 争取华人更多权益 投票说早上7点开门到晚上8点钟结束 那今天我们这边做这个活动 最主要原因是想要敦促我们的华人朋友们 出来投票给这个加州参议员夏勒伯 竞选的这个席位 他的选票号码是218 那为什么事情对我们很重要呢 因为华人的社区一向以来 被这个主流认为 我们不积极参与这个主流的政治的运作 特别是在这个选举的方面 所以为了要打破他们这个迷思 我们今天特别举办了这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其实最主要的目的 还有一个就是想要教导我们华裔的居民 怎么样可以做通讯投票 怎么样可以做现场的投票 为了让华人了解投票过程 造势现场还设置了通讯投票教训课程 和投票所模拟体验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 若兰基采访报道